他说他比赛的他说我那边在直播呢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吧 就是那冲组赛的选手呢 郑哥 对对对 夏季八冲的郑哥 对对对 海拔越高你越难运 对啊你那个山路就越越高 然后我不可能开着直升机上去吧 对对对那成分肯定受不了 你在亚洲你会看这卡标这都是小屁孩 有没有这种感觉吧 年轻年轻 这两年我听到市面上挺多就是这个咖啡比赛还是有一些偏见啊 或者是不是特别懂啊 今天就专门请到了胡云老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咖啡师比赛 因为他是2015年的WBC咖啡师冠军 一个是WBC的咖啡师的一个是个咖啡的对对咖啡小酒的 首先呢这个比赛呢是 就是World Coffee Event世界咖啡主持旗下的一些比赛 然后比赛总共有世界咖啡师大赛 拉花赛 杯测赛 咖啡与热酒赛 然后咖啡烘焙 土耳其湖 还有一个手冲比赛 所以总共是7个赛事 都在WCE这个体系里面 然后这个赛事呢有国家赛 就是我们在去国家赛拿到冠军了之后 去比世界赛是每一个国家的冠军去参加的最终的一个世界总决赛 而且现在这个赛事从16年之后 也变得比较有竞争的过程了 我们很多行业里面的人都知道 就是他的大借力规则啊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比赛的流程啊 其实很多行业外的人他不是特别了解 对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比赛呢 基本上就是15分钟做12杯产品 12杯产品其中有4杯是Esperso 然后有4杯是Milk Beverage牛奶咖啡 然后在15年之前牛奶咖啡其实还叫Cappuccino 对对 然后最后4杯就是我们的创意咖啡 总共的杯数是12杯 我们基本上要在7到8分钟完成所有制作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去和评审去表达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咖啡豆 然后我这么做的想法是什么 真的到了世界赛的那个级别 大家做的技术层面上来说就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就是很多比赛就比如体育竞技类的 就是篮球比赛大家都知道他怎么得分了 他怎么赢了 他投篮进了 他进球进了 对对对对 这很直观 对对对对 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 就比如我去到比赛现场 我来观看这个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是大致知道选手他在什么样的阶段 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 如果我不是从业者 那我怎么样去来能够看懂 或者是能够知道他们在舞台上做什么 这个呢 我自己哈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呢 当然有它的专业度在里面 但是呢 观众一定可以去感受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叫做就是它的情绪 咖啡师比赛和竞技性的比赛还不一样 就刚刚我讲了 它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你在做一个演讲 那你为什么要去演讲 肯定是你对这个东西有看法 有自己的见解 有自己的热情表达给别人 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就是如果是我看比赛 其实我们去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 作为一个比赛的选手 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情绪感染给你 其实是代表了不仅仅是我的专业度 代表了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投入 所有的投入 过往去看世界冠军 拿到最后总冠军的那个人 对于咖啡真的都是怀着一种敬畏 坚持一种热情在里面的 我不管专业度 不管咖啡好不好喝 但是我都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投入 你的能量就是你投入在这上面以后 你能够让我感知到你对他确实是非常有热情的 去做这件事情 最后其实在评分表上面还会落一项 叫做裁判总印象 其实裁判也凭这个 而且在我们的评分表上面有一个乘二乘三乘四 那裁判总印象这个选项就是乘四的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还是需要评审他们去评判 其实很多体育比赛也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 因为专业性的东西就比如说他有没有用到新的技术 就是之前大家都用的技术 那他就不算一个新的技术 然后他有没有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豆种 咖啡豆的一些品种 或者一些特殊的处理方式 那其实这两个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看比赛的过程里面 就是创新 其实行业是期待这样的一个选手 这样一个冠军 然后发挥这样的能量 然后把行业又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既然是比赛了对吧 那就比如我去给他打分 那我会从什么样的维度 或者从什么样的方面来给一个选手打分 最后呈现的总的分 那他是分为几个部分得到的 两个部分 一个是感官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感官 对我们去看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四个感官评审 就坐在那 然后就边喝边记录 然后那个就是感官评审 然后另外一个分数就是技术的分数 就是在操作机器的时候 对对对对 卫生的情况 然后你的就是清洁的情况 对你整个管控的区域 你是不是有做到一个有能力去管控好它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衍生到就是在吧台的咖啡师 他有这个能力去管理好 然后让他随时保持在一个比较干净的 捷径的方便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他也为稳定出品 提供了一个便利 嗯 了解 然后像创意咖啡呢 我们其实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 他选择这些原物料有没有协同起来工作 是去呈现出你选择这只咖啡豆 他该有的风味不是盖过他 我喝的时候哎好喝 但是可是就是果汁 我就没有喝到咖啡味 对意思就是说这个食材和咖啡的匹配的程度 不是说哎我加在一起 对对对不是我觉得哎挺好玩挺有趣的 然后我就把它加在一起 那不行呢 嗯就是那个你还是需要对不同的食材有认知 然后在你的理解里面 他可以去放大咖啡中的某一个风味 或者确实衬托出了让咖啡更粘稠 让他口感更好 让他更加平衡 或者让他的柑橘类的风味更活跃了 然后变得更好了 因为我们的评分是这样的 就是两分average 两分就是一个平均水准 嗯三分就是好 四分就是非常好 一共是六分 对一共是六分 最高的分数就是六分 extraordinary 然后五分就是excellent 就是非常非常棒了 也有人问我说六分是什么感觉 我说那个感觉可能就是你喝完想哭 太好喝了 就哭到你喝到你想哭 不是有人能拿六分的吗 六分应该是满分啊 对对对没有 但是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就是什么样的分数才能够到六分 最主要的一些国际评审 他们也就跟我说了这个观点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好喝 你告诉我理由 你的理由合理 你也可以给六分 就是当你觉得真的是你人生中喝到最好喝的咖啡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你给到六分的分数 期待喝到六分 期待喝到六分 四点五分四四点五分的浓缩都非常好喝了 对 好像咖啡豆在整个他的这个比赛的过程中 他的比重 嗯 以及他参与的一个程度 嗯嗯嗯 我觉得三分之一吧 首先他一定是重要的 而且他一定会影响到最最终杯子米的这个的质量 然后他但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他的烘焙的过程里面能不能够去表现出这支生豆 他该有的优点好的特质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我自己比赛的这个过程里面的亲身经历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一定不是你今天买了最好的竞标豆 第一名的竞标豆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 然后另外的三分之一就是烘焙的过程 因为烘焙的过程真的就是做一个咖啡师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就是我站在晒场的那一刻 那个豆子已经选好了 烘也烘好了 我就算是真的很想表现出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其实如果前面的两个步骤没有做好 我不可能做好 对 它是一个前提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更重要的 那肯定是选手自己 这个真的是技术 这个很多人就觉得咖啡有技术吗 其实它真的有非常强的技术在里面 就是你真的做了一万杯咖啡的时候 你的流畅的程度 你取粉磨粉填压 就是你整个的流畅程度和行接程度一定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做出来好喝的咖啡的概率也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作为选手咖啡师的这个步骤去把控的 所以我觉得就三分之一 毕竟是咖啡师带了一个狮子嘛 其实也是有点这种匠人的这种感觉 对 因为你就是不断不断的在重复做一个事情 然后在重复重复做的这个过程里面 你了解了它 你熟悉了它 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回想起来 很多时候我在想我16年在世界赛的时候 其实专注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感受 其实胡颖老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咖啡师的典范 因为你看现在我差一个话题 差一个话题 你如果要是去欧美国家的话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的咖啡师年龄都比较大 你在亚洲你会看这咖啡师都是小屁孩 有没有这种感觉吗 年轻年轻 是不是这种感觉 对 这种差异化还是挺明显的 对对对 这就让我想到其实真的就是咖啡师 其实它也是这种匠人的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 它通过时间的沉淀啊 自己的一个经历啊 它其实也是会慢慢的生成的 一定会 我们知道那个果子全部都在那个树上 那有一些的颜色不一样 像那个我当时用Finca Deborah Devra那个庄园组Jameson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就是你喝到的都是我的用心 然后你知道我只是培训我的picker 就是我在咖啡的那个人 我都要告诉他什么样的红色 是深色的 是熟透的 然后什么样是刚刚红的那种 就是颜色我都要教他 然后教他一定要摘那种 正正好的甜度 其实才是最高的 那当然这几个举例哈 当然Jameson在跟我说这件事情呢 可能也有点过于就是去表达 他怎么样在他的这个用心上面 但其实真的就是 我们在讲的这些好的咖啡哈 高品质的咖啡 它从采摘到它的庄园土壤的管理 都是一个比较庞大和复杂的内容 当你真的投入去做的时候 你是需要花时间 再去真的有效的执行到位的时候 你才能够产出一个品质 那这个步骤就非常不容易了 对 比如说建处理站啊 然后这些水资源或者是处理站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管理情况 就比如说我讲的最多的一个点就是 大家都知道高海拔的咖啡豆的品质会更好 但其实高海拔如果就比如说那个三头 今天摘了可能一车 然后那个picker全部摘完之后 全放在那里 但是那个它的处理站能不能够再 给它运下去 对 让它还没有发酵的时候 让它还没有变质的时候 然后给它运下去运到处理站 然后又马上的处理它 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海拔越高你越难运 对啊你那个山路就越运越高 然后我不可能开着直升机上去吧 那肯定受不了 那全部都肯定就蹭蹭蹭又往上涨了 我听了你刚才聊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说我对精品咖啡的定义 从我刚才听到你说的那些东西了之后 其实有了一些改变 真的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我对在精品咖啡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是只是从这杯咖啡上面来说的 但是我听了你的这些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喝的这杯咖啡 它可能不是精品咖啡 但是是这一群喜欢精品咖啡的这些人 他在慢慢的做出改变 推动行业 然后整个行业有了改变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才是精品咖啡 它不是某一个品类 它是一件事情 对它是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人 每一个环节的人都带着热情 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一个信念 在做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的理解 哇太棒了 就是我今天也get到了 真的跟你聊之前 我其实也没有把这个考虑的就是这么的远吧 深远吧 可能我没有像你一样就是经历过这样的 去跟产区的咖啡农去深度的沟通合作啊 对去看到那真实的那一幕的时候还是蛮震撼的 我觉得我很震撼 你从从业的时候到现在对这对精品咖啡这样的概念 有没有一个改变或者一个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有有有我觉得是理解了 最早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理解 我就怀着又不理解什么 到底什么样的精品 卖的贵的就要精品吗 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疑惑 对了另外的话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 刚才你提到就是墨尔本他们有一个咖啡展 那这个展上面呢就会有我们几个中国的咖啡师的比赛选手 会去参赛 对就是这次的比赛是咖啡师的决赛和冲组的决赛 那我们的中国的选手也是孙磊和朱金贵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非常热爱咖啡 然后也一直想要就是去表达一些自己对咖啡的一些见解吧 那冲组赛的选手呢 郑哥 对对对 下届八通的郑哥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周扬 他们两个也是就是就是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他们 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一个能够比较中国冠军的咖啡师 都一定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才可以达到的嘛 对希望能够拿到好成绩啊 是的 祝他们也拿到自己心目中想要的那个成绩 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哪一届比赛的这种表演 他们的比赛 我觉得其实每一届的世界冠军都还蛮厉害的 但是当然对整个卡精品卡 有自己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 对印象最深的 印象最深的最喜欢的我想一下 那看来是没有因为要想一下的 对对对因为有好几个选项 我都觉得我非常的佩服就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就是真的是 尊重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还是确实投入很多 对行业整个产业链看的也非常透彻 一个就是 我觉得也还是他当时说他到产地去做一些直接贸易的这些举动和这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蛮不错的 那其实他是已经改变了一些产业链的某些环节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他们投入了更多 投入了更多就意味着他们看到了更多 看到了更多就你就想去做出一些改变 总体上来说我们今天的喝到的咖啡肯定比5年前肯定比10年前的咖啡的整体的水平要更好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大家的努力在这个里面还是对行业有推进的 我觉得这些都很激励我 行业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赛事来聚集更多有热情的人 然后想要去参与其中的人 就是去能够给大家一个去共同交流的一个空间吧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女生我觉得她可能有机会 她是美国的 对她是美国的 对她就说她我蛮喜欢她的视频的 Morgan 对然后他们他们都说她还蛮有机会的 她的比赛的这种现场感觉真的蛮那个的 蛮不一样的 而且是这种做媒体的来比赛的话 可能就是她说她比赛的话 她说我那边在直播呢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吧 就是这个人是那一年的世界第二 华兰那一年的 然后也是个攀岩的 可以和我和年轻人一起攀岩 这些欧美的选手 咖啡师的年龄其实挺大的 对像那个 有40岁的吧 我感觉应该有40岁的 有40-50岁的 那个大叔 挪威大叔 他那年不是比完之后 第二年第三年也比的嘛 那挪威大叔也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年纪大的这些 咖啡师在世界赛上会有没有占优势之类的 我觉得年纪大的咖啡师 你看莎莎 莎莎当时一比赛的时候 我都买了10年的生豆了 我真的找到一个非常棒的豆种 不是这个大家带估感就很强 大家就觉得 哦原来这样 就很有说服力啊 对有说服力的确是 对有肯定有 她有这个经验在了 对她一上来就是 就是我过去10年我都在买豆 我终于找了一个 终于韩兴 我都找到了一个好不容易有的一个那个豆种 来share with you 就聊差不多就这样 好 感谢胡云老师 没有没有 就是感谢胡云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 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些他自己从业比赛 再到开店分享咖啡 然后就是把他自己的一些经历 感谢有这个时间 哈哈哈感谢有这个时间 不然就是很多人可能 呃做咖啡的也有很多 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个比赛 然后觉得是不是比赛就很花钱 或者比赛就是很消耗精力 或者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其实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发宣 然后去让大家知道他真实的样子 就是至于比不比赛 那肯定是自己的决定了 但是他真实的全貌 然后我们也很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 感谢感谢感谢今天的时间 有这个机会 OK 那最后我们就结束一下 Coffe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